大家好,9月4日在沙田有六組試集 首先和大家看看第一組 第一組集,泥地12米,1分10秒47,時間正常偏快 最高分是112分的金槍60 最後入閘是標棋,王棋舉起了 第一組試集準備,起步的時候慢了 最慢的是綠色有魂,帶了開縫眼罩 最初金槍60也是出閘順利,抓住 跑了兩步之後,標棋在中档很快 放在前面,拍了一隻又是紅和大師級 三隻在前面就快一點 快翼線跟著他們,外面的安杉都挺有新鮮感 聚著走上去 鐵藍標之王者,馬嵐中間還有隻安城 這群馬都很近,跟著這群馬後面 大概是尾五的位置,金槍60,白衫藍帽 鐵藍藍衫遲要封,後面綠色有魂 後面一對,就是勤得兼備 拍著翠狐飛鷹,暫時在最後 轉彎中間預備入直路 前面是標棋帶著進來 不知道大家猜不猜到 鐵藍大師級,外面又是紅 最初是安彩,馬嵐中間藍眼罩 標之王者,外面拍著他就是安城 拍著那隻發益線 後面那群,金槍60,白衫 後面綠色有魂,中檔池耀鋒 入面翠狐飛鷹,貼著藍 那隻就是勤得兼備 到達100米,前面標棋 一放到底,放頭也贏得了 四閘,第二又是紅 第三大師級,標之王者 過終點才給兩步 第五就安彩,輕鬆 圓蘭走上去勤得兼備 中間紫色三發益線,翠狐飛鷹 紅袖,後面四隻 安城,藍衫就是慈耀鋒 最出的一對就是綠色的 綠色有魂,金槍60,白衫 第一大師級時間算是快 見到標之王者 在最後騎,不要說騎 他一望空就飆 其實70分 我仍然覺得未盡 我會比8.75 但C級,他會贏金獎章 下線reduce choice 遲些可能會跑到1600 泥地會好馬,應該會跑 71分 我覺得在三班仍然可以有馬 這幅狀態,我覺得他試得不錯 所以我給9分水準 又是紅 一隻泥地好馬,但不是那麼短的馬 但牽強一點 力水可以更加好 所以比8.75 慈藥鋒在包 這隻,藍色衫 直路,騎上去不多 不給平分,好像散散的 轉了馬房都還沒得住 安城,在這裏 入直路都散了 對的,我勉強給8.25 快翼線 在這裏 初頭我以為入直路是OK的 但最後的八多米 感覺上自己停 所以我給8.5 綠色有魂,出閘萬一萬 騎下去不多,不給平分 後面見到這兩隻 勤德兼備,碎湖飛鷹 勤德兼備騎的力度沒有碎湖飛鷹那麼大 勤德兼備我會給8.75 看見這隻翠湖飛鷹在裏面 騎得比較重要 但如小的不夠 所以我只給8.75 這兩隻馬 因為 初遙飛鷹91分是很長的 但評分真的沒什麼優勢 狀態勉強 算了8.5 仔細一點 這隻標旗 放頭贏 Sebring的下線就是command 其實這隻馬上季尾的時候 已經跑得起了 我會給9.25 評分有點浪浪的 可能拖腳穩陣 安彩燈丟的兒子 看見他剛才在這個位置 在外面 新鮮感觸 我仍然覺得這隻賣二班 應該有賣贏 95分應該沒問題 8.75 可以再好些 捏捏捏捏捏捏 不夠開 力水還差一點 還差一線 金槍60 輕輸這部 頭勝則 像馬王級 鬥心很好 但細頭可以再好些 你當作第一個集 10月的時候會不同 8.5 給他一點時間 看完第一集 看下第二集 第二集 1分3秒66 時間慢一點 最高分為九寶 97分 最低分52分有兩隻 風火戰區和船尼多彩 第2組 繼續是12隻出事來地的12米 最後入閘是前進 12隻準備妥當 起步 稍慢是風火戰區軍威陣 最出偉達馬房九寶 三隻稍慢在後面 看前面 貼到籃 放在前面 前速很銳利 那隻是船尼多彩 另外一隻 都不慢的 就是熊塗巨星 在第二 兩隻開始都飄掉了 馬嵐中間 第三 冠風 方家拍馬房 貼籃第四位 那隻除我來 外面 藍白格製三 雪戰神區 風火戰區 回幾步之後 跟上馬嵐中間 外面把他趕過 就是全財 尾五位置 前進 後面摘西德 拍着九寶 最初是桃花紅 脫至包尾 那隻就是軍威陣 預備入直路的時候 前面 船尼多彩 以兩個馬位置 單騎領放進來 紅塗巨星 貼籃 快跟第二 三 第三 就是那隻冠風 上來挑戰 也要 外面是雪戰神區 圓蘭省了腳程 就是除我來 全財都跟著雪戰神區 拿出去 前進就拍着九寶 都上來了 外面開曬邊 桃花紅 有少少內閃 越騎越移的風火戰區 外面摘西德 鐵蠻 就是軍威陣 到最後一百米 前面冠風很輕鬆 三幾個戰步 就贏出這座試襲 紅塗巨星第二 裡面船尼多賽 外面追很多 勢都挺厲害 就是九寶 裡面還有一隻藍白格仔衣 就是雪戰神區 全財都在前面倒回來 後面那堆 鐵蠻走上去很多軍威陣 中間紅衫摘西德 與其越騰就是風火戰區 裡面鐵蠻粉藍衫就除我來 外面前進 最出的紅衫就是桃花紅 時間1分15秒66 不算很快 船尼多賽在前面走 其實這隻馬根本減分減過了 是大龍的 上季接近季尾的時候 他的試襲已經試得很好 我想我因為他52分 還有他放出來 按住 我會給9分水準 這些馬可以長期做膽 菊草也好 泥地也好 濕地特別厲害的馬 紅塗巨星我也是會給9分水準 雖然時間慢 但這隻馬上季講過了 他評分不是很有優勢 他狀態維持到 但真的沒有體力 但他休息了個多月之後 體力更好 緊張 咬著前面 細頭很好 澤西德勒在後面 紅色衫 這隻不給評分 隨我來 上季去到 我好像季中的時候 都說過 這隻馬是中距離馬 不是短途馬 當然中到拍拍聲 但轉了馬房去霍利時度 給他一點時間 8.5分 封火戰區 不停騎 還未夠力量 冠風 是不錯的 這隻 方交拍馬房 真的不頑皮 55分 這貨集試得不錯 但是 鬆住僵城 我也是 貴初這種狀態已經夠贏 我給了9分 去到貴中的時候 不會給9分水準 但是 看到一些步驅開 所以給9分水準 前進 按住 8.75 還未夠力量 其他很重要的軍位陣 在內蘭 8.5分 雪戰神區 58分 下來四班肯定有好處 但是 好像沒有去年那麼健康 可能跟前了一點 但是 如果他留後一點跑 其實他應該會追得很厲害 這隻馬 我會給9分水準 評分優勢 而且他是健康的 這隻馬 全賽 這隻L3的仔 我就覺得8.75 雖然追下去不錯 但是 不錯 69分 浪浪的 位置馬 桃花紅 還未夠力量 打得算是很重要 看到這裏 剛才初頭的時候 內線都很重要 九寶 認真一點 騎下去 你始終有斑 但馬真的很好鬥心 給9分水準也沒有用 你只能夠拖腳 但是看狀態 輕鬆地追上來 也是要給9分水準 很難得在季初見到這些鏡頭 時間慢 但是 有些競爭力 才能見到一些馬 好了 講完兩組 講下第三組 第三組集也是12米來地 1分11秒43 正常時間 這些是四班馬為主 現在 入閘就順利 第三組試集 重新準備妥當 起步 今次美麗多多出閘順利 還縫了幾邊 放在前面 稍為慢一點 就是那隻紫衫的紫菜福星 但是縫完幾邊 美麗多多在前面增持挺激烈 跑了幾步之後 一搏外誘 快點放在前面 放在外面 美麗多多中間一見傾心 和行運拼圖 後面的群也是很近的 包裝得性 有些拉度都站高了 還有拍著那隻大自然 貼欄位置 就是另外一隻黃衫的金圓寶馬 後面尾四的位置 就是東方雷 拍著落瑩瑩 不太規矩 轉彎包裝得性 退下來 後面一對 就紫菜福星 拍著老窩之光 最後大概500米左右 預備入直路 前面博外誘 帶著進來 貼欄第二位 就是幸運拼圖 棉路走外踏 都一直鬆著它 給提示 第二就是美麗多多 一見傾心的中檔 金圓寶馬 不要難拿出去 拍著大自然 後面落瑩瑩 紫眼罩 東方雷也拿出去 中間 也沿路上來 就是老窩之光 包裝得性 後面那隻 就是紫菜福星 到最後100米 前面博外誘 鬆了幾步 還是佔先 但是金圓寶馬 三個戰步 終點前前 力壓 贏出了市集 博外誘在第二 幸運拼圖第三 大自然第四 後面那堆 貼藍一見傾心 中間美麗多多 拍著洛瑩瑩 最出老窩之光 後面三隻 紅衫東方雷 中檔 藍衫白白 橫間那隻 包裝得性最出 紫菜福星 第三組集 時間正常 東方雷 可以好些 但是35分 我上年都說過 應該是中長圖馬 1650 初出要跟進 8.75 不算很差 老窩之光 騎下去追少少 這個分應該可以反彈 但只有8.5 只是8.5 因為 充了一段 不是按著自己的目力 下型型期也重要 8.5 我覺得這隻馬 未必很厲害 在這裏 尾二 8.5 幸運拼圖 在裏面看著它 Jim Express的兒子 很輕鬆上來 我想給9分 這些馬 包裝得性不給平分 還是很亂 一件輕心 看到它裏面 上年166倍 我照做膽 但是現在的細小 好像沒有去年那麼好 8.75 但自然還沒夠力 騎得緊 8.5 美麗多多 可能是在前面走 回來 看見它真的不多 抱著抱著 老窩之光追斷 拉著 老窩之光 我要轉轉評分 我要轉轉評分 8.75 最後是按住 下五班 應該可以贏 很快 他經常追勁 波友威在前面走 回來也不頑 轉了馬房後 明顯好 200大猛的兒子 9分 61分 應該可以再贏 1400 1400 甚至1800 美麗多多 可能是因為 跟前了回來不算太多 8.5 可以再提升 一些狀態 試得比較好 博愛有威 幸運拼圖 金元寶馬 魯窩之光 我覺得特別是金元寶馬 這些馬可以賭錢 希望到時不要用施卓鋒 楊明倫分幾元 講完三組 講講第四組 第四組集是1200 來地1分11秒30 比剛才那組少少 低馬來的 4集第四組 繼續都是來地的1200 準備妥當 起步 稍晚有一對 那隻就是粉絲狂歡 和喜營運 其他出集都齊 但是走了幾步 外面那隻粉藍衣 就拍著一對粉藍衣 就是俠金黃 和那隻閃電龍 快點的閃電龍 鐵欄 擺在前面走 中華精神出集都順利咬咬 在第三 最初那隻就是旺旺寶區 和素鳥起 馬嵐中間橙衣 就是奧龍區 鐵欄立得真 最初就是醒目再臨 後面跟著他們 那隻就是富全英雄 粉絲狂歡 走回到鐵欄 尾衣 尾起營運 爆了落尾 又稍稍脫了折 就是腹線 剛剛那六百米斷柱 前面就是閃電龍 就帶著那隻合金黃 在二疊二位 那三疊的馬 就是那隻 那隻紅色衫的塑料器 就推了那隻旺旺寶區出去 中華精神又推你們出去 原來省了些位 就辣得真 最初上來就醒目再臨 沿著馬群中間 上來就粉絲狂歡 拿出去奧龍區 庫全英雄 起營運 就拍著一隻福線 去到最後一百米 前面閃電龍 由頭放到落尾 鬆的兩步都還能維持走勢 輕鬆第二 就是醒目再臨 塑料起第三 跟著就是中華精神 貼能辣得真 最出橙衫就是奧龍區 粉絲狂歡 現在走上去 薩華退了下來少少 就是合金黃 外面起營運 剛剛將它趕過就是福線 後面就是旺旺寶區 現在包尾就是庫全英雄 一分三秒三 這集 沒有什麼特別看到 勒得真 八點五 一路都覺得 閃電龍 騎得很重要 八點七五 真的騎得太緊 不過 泥地一定比草地 這隻 由頭放到落尾 起碼散起了 中華精神 一路都是這個位置 歪是小的 到最後都已經散了 不知道什麼事 八點五 他試乘以前 試乘不得很好 可能因為Rubic 下線的commands 奧龍區這隻 三十四分馬 很進步 我看到他 含蓄地近 這隻 你看看他 我會給九分水準 落五班 隨時贏 草地也贏 起營運 嚴短 但是 這個評分 我純粹因為評分 加碼狀態 他肯追少少 我會給八點七五 但是不夠贏 只是拖腳 數鳥起 如勢不錯 之後追上來 見到他 八點七五 這個評分 如果跑谷草 六五零位 有機會偷倒計 庫存英雄 不多 我覺得八點五 小莫載林 跑回自己的基本 八點七五 不是很足夠的 合金王 散了 不給評分 粉絲狂歡 按住上來的 你看蔡汗這隻 Helmet的仔 在這裡 按住上來的 這隻馬 我給八點七五 留意進度 固定他 可能很好馬來的 可能好東西來的 再給大家看一次 看看複線在外面做什麼 這隻是Franco仔 中場套馬來的 旺旺寶機散了 不給評分 全程四疊 但這隻 複線騎上去 不錯 所以我和喜營運 都是比八點七五 好硬 有些評分 但這些狀態 已經可以欠位置 試得最好 粉絲狂歡 其他都一般 這隻的 這隻塑料是過了的余勢 我覺得他五般夠用 好了 講完四組 講第五組 第五組 第五組是1050米 1分0秒85 快時間 香川桂寶最高分 95分 到1050米 最後入閘最高分 香川桂寶 好 起步 稍慢 世紀之威 奮鬥齊心 外面連連風修 不算很利落 還有一隻 也不算很快 那隻 黑黑色衣服 那隻叫做神光勇士 大壞 希斯馬房 看回前面 走了一段之後 剛剛那八百米段柱 就是怪獸媽媽 貼欄放 拍著外面實力 飛過去一對快一點 接著在他們後面 現在走上去 就是小太陽 巴道 貼欄 現在盡佔 第四位 就是太空戰士 實轉彎不太規矩 退了下去 用眼光 外面連連風修 大概在尾四 就是香川桂寶 那尾三 就是貼欄的奮鬥 齊心拍著神光勇士 脫折包尾 世紀之威 直路上面 實力飛驅 就在中档佔先 一點 外面小太陽當然輕鬆上來 外面再輕鬆一點 就是連連風修 太空戰士跟著他們 埋難開始都散散的 就是怪獸媽媽媽 外面上去 就是香川桂寶 後面三隻 就是神光勇士 中間用眼光 越騎越騰 奮鬥齊心 追一點 脫藍包尾 就是世紀之威 過終點 三隻很近 最初連連風修 中間就是小太陽 實力飛驅 後面就是 紅黑衣 香川桂寶 拍著就是太空戰士 貼欄關獸媽媽 神光勇士 稍為追一點 接著就奮鬥齊心 尾二就是世紀之威 現在包了落尾 就是那隻熔眼光 一分零零秒 八五 算是OK 太空戰士很輕鬆 上明師 看到前面三隻快馬 按住 評分肯定有優勢 這隻馬 叫做Nirvana 當時在外國 我就給了九分水準 我覺得現在的狀態已經到了 輸減九分 可以特別留意一下這隻馬 怪獸媽媽散了 不給評分 戒磚三好像沒事 奮鬥齊心 在後面還未夠力水 八點五 神光勇士還未夠力水 給他一點時間 不給評分 世紀之威 雖然追回一點點 稍後再評一會 勇眼光 未夠力水 不給評分 很生 小太陽 八五分馬 八六分馬 仍然未見盡 我覺得這隻馬 加個眼袋 跑長一點會好一點 給九分水準 在外面更加輕鬆 九分水準 連連封手六十七分 應該還有兩三場馬 在手 應該還有得贏的 九分水準 不給九點二五 這組合給不到九點二五 看到實力飛驅給九分水準 也沒用 只有一尾 穀草一千米 沒有馬 跟他放 他捱到 一千米 二千二米不到 長期都適合了 而且他又夠快 給九分水準 如果他跑一千米 穀草 要留意 香川貴寶九十五分 很徘徊 不知道他搞什麼 我就覺得 八點七五 可以再好一點 因為他高分一點 在這組中 可以更加好 不給評分 試得比較好 連連封手 和實力飛驅 小太陽 這三隻明顯地好 香川貴寶 八點七五 可以再好一點 但是拖腳 有評分優勢 如果馬一肯跑回就可以了 另外看到太空戰士 真的很輕鬆 再看一次 按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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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挺緊的 按住 想走 不讓他走 好 希望他之後 會再進步 我免許他給九分 純粹因為 他的評分有優勢 講完五組 講完最後一組 1050米 1分0-94 慢過剛才那組少少少 最高分 紅雲大師 93分 最後入閘 厲害 精彩 偉達馬房的側身馬 起步的時候 都尚算齊 稍為逼劫一點 從頭月 和落腳稍為慢一點 就是那隻心中有馬 看回前面 建習鋪堯 袁杏堯 那隻超然 出閘順利擺在前面 天作之俠都擠在前面 跟著他們後面四隻 貼欄數出去 紅雲大師 中間黃三雙難旗 厲害厲害 最初那隻就是印水紙 現在進佔在第三 精彩現在大概在 Mai4 Mai3就是共同勝利 Mai2心中有馬 又是脫子包尾 今日很多組織集脫子包尾 那隻就是從頭月 預備入直路的時候 前面超然 跟天作之俠一對進來 並投領方 紅雲大師就拍著印水紙 後面一箱跟著他們 外面就雙難旗 黃三 精彩在紅三 外面共同勝利 心中有馬 把握了身子 放在最後 包尾還是那隻從頭月 去到最後一百米的時候 嘩 在前面超然 似乎擺脫了天作之俠 袁幸堯贏出了試集 天作之俠第二 印水紙第三 貼藍第四 紅雲大師 外面最出六三 共同勝利 尾三 雙難旗 外面紫色三 心中有馬 貼藍從頭月 包尾 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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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雲大師在裡面 全程按住 不想妄兇 8.75 不是去年最好 的時候 93分 尷尬 從頭月沒有參與過 不給評分 雙難旗 也不算很多 8.5 不想給評分 算了 不給評分 雖然贏這貨集 但不算很特別 只不過這個評分 真的很有優勢 我給8.75 很精彩 我覺得 還有一點 生生的 剛才在直路的時候 看到他 有一點耐閃 可以好一點 8.75 印水紙 Uncle Mo的兒子 下線Tesla Rosa 來地一定沒問題 在外面 全程外跌 但他入到直路的時候 拍著那隻 紅雲大師 一直都不鬆 大家看到 聆立經彩 他鬆下去 就會有反應 我給不下8.75 有9分 輪到A7 bert 跟一輪 差不多 緊要 時間區分 不算十分特別 但是 ичего無vana 看他在時 會馬上停 一輪到終點 還有力氣 進度上 因為属性 所以 Clap 不希望給8.75 大概都比如8.5 阿 terminal 還不夠力 天作之俠 薇達馬防 以RAF的儿子,PP来的80分,回到来 看到他都过的 Battle都正正常常的 8.75先,看进度 3岁,插班,比较难些 看看他进度如何 好了,讲了25分钟,谢谢大家收看 如果未订阅我的频道,请大家订阅支持一下 拜拜